许多家长因为迷信而不让孩子注射疫苗 一些疾病本来就可以用疫苗预防 却因为这些父母的迷思导致他们的孩子丢失性命 最近又有一位小朋友因为没有注射疫苗而染上白猴去世了 一些组织就促请卫生部和教育部应该立法强制注射疫苗 针对这项诉求卫生部长今天有回应 针对要不要立法 强制父母为自己的孩子注射疫苗这件事 卫生部长祖吉菲里表示 卫生部未来将会在国会提升动议 强制父母为孩子注射12种疫苗当中的其中两种 只不过要提升这项动议 过程需要花上好几个月 除了回应强制注射疫苗的课题 祖吉菲里今天配合向黑曼文宣战的大扫除活动 也带出了我国骨痛热症情况恶化的问题 他指出虽然该部门已经致力改善黑曼文滋生的问题 不过以今年1月1号到3月7号的数据来看 国内骨痛热症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28580宗 与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156.4% 因此政府计划以AI人工智能的方式 侦测未来可能爆发骨痛热症的疫区 以便可以提前展开清洁工作 预防疫情 世界上发出疗症的了答案 我们可以选择 全世界 其中一个州 由尔子掌尔子掌尔子探尔子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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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尔子 bold